我最近看了一个账号叫春雪特文静 一个女生拍的小短剧 看得挺上头的 因为她通篇说话都是用翻译腔 她现在正在更新一个短剧 最后一个说实话的人 农村题材 加上那十年沉酿的翻译腔 很有喜感 时间已经飞速划过二个小时 我是说你到底还做不做饭 做 我一会儿就去 为什么这个对白一听就是翻译腔呢 大家所调侃的翻译腔特点是什么呢 最早的意志片场前辈 比如乔真丁建华同志荣等等 配的佐罗呀简爱呀等一些经典作品 用这样的处理方式 一是符合演员的气质 二是尊重国外的语言习惯 三是要保持嘴型尽量的契合 但是之后一些配音的作品 始终模仿这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配音习惯 没有与时俱进 才有了大家对于翻译腔的调侃 那总结总结翻译腔的特点 只需要几步 你也可以马上学会翻译腔 咱们尝试一下啊 第一点就是放大情绪 通常用到的手段都是在句子开始时 加入一个语气柱词 比如 哇 啊 嘿 哇 比如你的视频挺好看的 改成 嘿 你的视频挺好看的 当然啊 如果这些词不够你情绪放大到需要的程度的话 你就加入几个固定的词再来放大 比如天哪 见鬼 该死的 我的上帝 比如你可以说 哦 见鬼 你的视频太好看了 该死的 第二点是要把简单的话复杂化 加入各种不会改变原意的词或者句子 扩充它 注意不能改变原意啊 这就要求一点语文功底了 比如刚才那句话 咱们就完全可以扩充到 哦 天哪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你的视频挺好看的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应该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我之前为什么没刷到呢 我的上帝 怎么样 有那味了吧 第三点是 看好莱坞电影 你会发现 他们的对话当中经常夹杂着一些 You know I mean 之类的词语 对吧 所以你也设计点常用的填充词 比如你知道的 听着 我是说 加入这些填充词以后 这语言节奏很快就有外来的那味了 还是刚才那句话啊 哦 天哪 听着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你的视频挺好看的 你知道的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应该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我是说 我之前为什么没刷到呢 我的上帝 第四点 最重要 结尾处 说个外国人民 同时提到一样 物品 最好是什么 外国食品 外国器具什么的 比如 汤姆的妈妈做的巧克力派 苏珊家那个八十年代的除草机 这里需要你开些脑洞啊 你完全不用在意你这句话和前面的句子是否有关联 整合到一起就是 哦 天哪 听着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你的视频挺好看的 你知道的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应该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我是说 哎 我之前为什么没有刷到呢 我的上帝就像是汤姆的妈妈做的巧克力派 哦 对不起 我还想起了苏珊家那个八十年代的除草机 见鬼 OK 你学废了吗 去折磨身边的人吧 我的小宝贝 愿上帝保佑你